抗战中国一条真汉子,孤身挡住七千日军进攻,如他不死,日本必败,在清朝逐渐走向衰亡的时候有些人却趁机掘起手里有权有钱,成为左右晚清政局的重要人物,同时还掌握着许多重要军队,最为知名的晚清军队,就是曾国藩的乡军和李鸿章的怀军了。 曾国藩是一个能力极强的人,他所统领的乡军是反抗起义的重要力量,与之相比,怀军就显得稍微差点了李鸿章十分崇伤武器装备,向朝廷要了很多钱来购买火器装备,怀军这些武器在国内几乎无人能敌,不过对外作战的时候士兵的意志力薄弱,很多时候还没开打就怕了战绩惨淡。 怀军曾前往平壤作战他们的表现,又如何呢? 日本重仓清军之后,清政府天真的以为可以搬出猎井来威胁小日本,告诉他们侵略别国是可耻的,况且日本人还击沉了英国的商船怎么说? 英国也应该站出来谴责一番吧? 日本进驻朝鲜难道,就没人站出来说句话吗? 李鸿章自认为此时的日本失去了国际社会的支持,在他们面临压力的时候,中国可以适当地教育一下,于是清军浩浩荡荡地出发了,共分为四陆援军合计一万四千人。 李鸿章把压箱底的装备都拿了出来,自信满满地说道,四陆大军齐发,一定会万无一失,结果框框打脸。 这些军队连一个像样的统帅都没有狡猾的,刘明转打死都不出头。 因为他清楚这四路人马,各成一派,尤其是淮军非常难管理,为了自己的名声坚持撑并不露脸。 还有人推荐刘炳衡,也是一个有脑子的人,安心得干自己的行辅多好,没必要躺这个浑水宋庆此人资历太险。 李鸿章也不愿意了就这样互相推托着这边叶智超,带领先头部队已经抵达朝鲜了,这下悲催了刚来到朝鲜之后叶智超差点吓了急忙回信趁自己血压上升,每日眩运多次随时都可能死在战场上,强烈要求回国养病。 光绪看到回信之后非常惊讶,当初叶智超,可是自信满满,如今怎么耸成这个样子,实在是令人费解。 由于先头部队犹豫不决,失去了对抗日本的心机,后来日本直接开进平壤清军,只能转为防守把城北的防御任务交给了左宝贵。 左宝贵表现出色,在他的指挥之下日本人拼光了武器弹药也没拿下平壤,战斗之中左宝贵光荣负伤,依旧坚守在指挥防卫上,此战是清朝入朝最漂亮的一次防守战,也是最血性的一战。 左宝贵几乎孤身抵挡住了日军七千人的冲击,为抵抗日军壮烈性国,年仅58岁战此时一个真汉子,值得我们永远宁记左宝贵此战日本人打得很窝囊。 他们自认为已经失败了,不过没想到的是清军主帅业智超,更加没有下线他听闻左宝贵牺牲了,心头一间急忙说道, 要让出平壤,紧接着跑路荡夜正下大雨,慌乱逃窜的清军,正好中了日本人的埋伏,随着一声声惨叫清军伤亡惨重,叶智超不敢停留,一路狂奔,直到过了鸭绿江才停下来,打了败仗的叶智超,竟然逃过了清廷的问责,反而立下战功的魏汝贵却被斩了。 有这样颠倒黑白的政府,凭什么能打赢战争甲武战争?中怀军精锐死伤殆尽,从这就能看出空有一身好装备,的怀军不堪一击。 李鸿章就知道要钱买装备,思维的障碍限制了他认为有了先进装备实力自然会提升。 多次对曾国藩说道,洋人的枪炮,就是厉害。 当年李鸿章率领怀军平叛,其中大半都是曾国全带出来的士兵,同时加上出色的将领指挥,还有就是洋枪队大范玉彩,这才打败了太平天国,能看得出来打顺风战怀军还算可以。 一旦遇上硬仗就吃扁了究其原因,还是心理素质不过令人心不齐。 曾国藩带兵很有一套,经常在军中传播里学思想教导士兵读书,还把励志有助于团结的歌扰在军中传唱,以此来鼓舞士气创立乡军之初。 曾国藩就提出了四点要求,一不怕死,二不急躁,三要才堪志民,四要耐受辛苦,大抵有忠义血性,则四者相从以拒致,无忠义血性,则貌似四者中不可视降军的大部分将领,都曾保读诗书彭玉琳,胡灵义都是学者,道义在他们身上看的比拟都重要怀军,除了会吹牛打起架来基本都是草包, 注定不能成为国家的依靠甲午战争,时增国藩,已经不在了如果换作是他的乡军来作战,结局至少不会这么惨,当然决定甲午战争走向的已经不是一支军队了,而是腐朽落后的王朝经不住新势力的冲击失败,是必然的当年七级光抗窝,万力援助朝鲜每一次都把日本人打得落花流水,还是当时的国力占优势,人心不齐没有必胜的信念, 拿什么玩和对方拼一个只知道隔地赔款高喊着,这样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的苟且民族,凭什么打胜仗,只有左宝贵是真英雄,值得后人纪念他是条真汉子,如果他不死这一场战役,中国必胜打仗信念很重要,如果在没打之前先想好退路这样的战争, 怎么会赢至少在这一场战役上,中国不该输给日本,日本当时没有很强大,只要中国多出几个左宝贵 日本必败中国必胜中国不是武器不好,也不是冰原太差,而是人心,从上至下都在贪图享乐 谁还管老百姓死活这样的王朝,就活该被人欺负